Hello Friends,和大家一起我们来做一件非常非常独特的女士的上妆 你看她胸部的位置啊,有着很好的这种创意 这款作品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 大家看,默契穿着的效果呢,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好,她呢,实际上采用的还是之前给大家讲过的啊 用的是六号针和普通的毛线啊 毛线用量大概是120克,120克多 就是一斤二两的意思 一斤二两应该是多少克,应该是600克,对不对 好,那么现在呢,就来介绍她的具体的啊,编织的方法 她实际上按照的是非常规的编织顺序来完成的 因为你并没有发现她是从里边起针的任何的迹象 为什么?因为她并不是那样完成的 而是从哪呢?给大家看啊 翻过来 我们实际上是从后背的这位置起针 这位置是我们的起针的位置啊 好,那么它是一个片状的 同学们要记住可不是环形的啊 也就是这位置是起针的方向 然后我们用的直接就是六号的支针啊 毛线呢也是之前给大家展示过的 纯羊毛的四股合成的这样的纯羊毛的 哎呀,现在能看清了 纯羊毛的粗线 线和针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啊 好了 在整个的编织过程当中 它采用的所有方式都跟常规的毛衣有着本质的差别啊 首先来说 这位置的所有帧数一共是我们起了80帧 看 从这儿到这儿啊 总的帧数是80帧 它下边的这个波纹的这部分啊 是后来挑支的 跟它是 跟上边这儿啊 现在还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所以大家不用理会下边这儿啊 只从这儿起针 一共80帧就对了 起针的方法啊 一定要用这个绕线的起针方法 因为这涉及到事后的挑针啊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方式 看 用这样的方式啊 来起针啊 为的就是一会儿 我们在整体的操作当中 这样的方式便于下一步的操作啊 好了 这80帧我们向上支的是拧针的双螺纹 注意 拧针的双螺纹 我们同时呢 是在支正针的时候拧针 反针的时候 根本就不用理会它 但是这正针也是要隔一行里一次 隔一行里一次 好 将这80帧我们向上啊 一共给它支了多少呢 30厘米 到这儿 30厘米的高度啊 同学们 啊哦 sorry 到不是到这儿 我说呢太短了 30厘米 到它开口这儿 看到了吗 从我们起针的位置算起 从这儿啊 后面看不到啊 给它往上面来一点 也就是从我们起针的这个位置算起 一直到上边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我们一共给它支了 30厘米 注意了 它的 整体的这一大部分啊 是从 这儿 到这儿啊 从起针这个位置啊 这是起针的位置 然后到这儿 30厘米 好 这30厘米 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经过任何的变化 但是到了30厘米之后啊 我们这40厘米就分左右 这80厘啊 就分左右 各40厘分别编织了 你看 到这儿 开手里还是80厘的 对不对 到这儿 就变成了40厘和40厘的这样的关系啊 然后呢 我们怎样处理的呢 将这40厘左右分别的向上支 支多高呢 给大家看啊 这样你就立刻就来到了最滑彩的这一部分啊 这40厘 左右各自40厘啊 依然是一支一支一支支 千万不要以为知道这儿就结束了 并不是啊 我相信你这件衣服 之所以你喜欢 之所以你看到现在 就想知道中间这一部分是怎么弄的 对不对 很简单 看啊 这40厘实际上 织的长度远远比这个位置要长 而且要长出很多很多啊 两个40厘分别都向上 一共给它支了多少呢 一共支了75厘米 两个40厘分别向上支了75厘米 支完75厘米之后 因为你是两个又比较长 75厘米就很长了 两部分的形成这样的 看啊 在你的 在你的 怎么给它解释呢 哈哈 在你的这个 胸部这个位置啊 两部分这样搭扣起来 再通过缝合 形成一个背心的效果 后个40厘米 你支了75厘米了 对不对 还是有点反光啊 对不对 这部分的30厘米是你最初的80厘米 看 30厘米 75厘米 好 然后我们是怎样给它 打的中间这个结呢 同学们 真的看啊 实际上 你看 我们是这样来完成的啊 拿出其中的一侧来 尽量认真地给它完成 看 我们拿出这一侧的来啊 实际上 正面向上的这部分 永远是正面啊 看到了吗 我们给它这样 折过来 你看 折过来之后 这是正面 看啊 折过来之后 把这两部分实际上是缝合着的 看到了吗 然后把另外一部分啊 从它的这里边 穿过来 依然是按照 之前是正面向上 它还是要向上的 看 它们两个之间就这样 形成了这样一个关系 注意到了吗 好 形成了这样的关系之后啊 不光是侧面这儿 我们先拿一侧来给大家展示啊 来看 我们先拿这依次来展示 你看 实际上你打开的这个位置 就是你的这个 这儿是你的领口的位置 这儿就是这儿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部分 你看 这是你领口的位置啊 这是你胸前打结的这个地方 然后 这是你的这个 75厘米的结束的 收针的位置啊 大家看 你这两个部分实际上 是挨着了 对不对 你现在需要把它们两个 进行缝合 缝合 明白了吗 缝合完之后 还不算啊 你要把它 这样横过来 横过来 与你最初起针的 看到了吗 与你最初起针的这个 这儿不是你起针的位置吗 这儿你起的那个八十针的位置啊 你的这个 看 这一部分啊 要与它这儿对头缝合 明白了吗 这边对头缝合之后 然后另外一侧 你是把它这样 从这儿伸进来的 对不对 然后依然是把它啊 拉紧一下 一定要记住 你这是正面 这儿也是正面啊 在它们的两个侧边这儿 相互之间缝合 缝合了之后 拿你的这个 四十针的这个 收针的这个位置啊 与你八十针几针的侧边 这个位置相缝合 看到了吗 也就是它缝合了啊 两个位置 第一个就是它 自己相互缝合啊 看 这是打开着的之前 看现在是打开的状态 然后你需要把它们两个缝合在一起 缝好之后 拿你这个侧边和这一部分啊 缝合在一起 这样你就形成了一件 背心的效果 这样的 然后 你的最上边这一部分啊 这儿 就是你的领口的位置 留一张了吗 看 不用说了 那么这位置就是你的 袖口的位置 明白了吧 我一个简单的东西啊 就能给大家讲的 非常非常的清晰 希望同学们也能够理解这边 好 现在这个啊 我们再转移到这个上面来 给大家讲啊 看 这是你的四十针啊 七十五厘米的四十针 然后你的四十针 你知道怎么走的吗 你看一直往这边走 走走走走走走 你看它从这儿能钻过来啊 看这个孔洞 好 从这儿能钻过来啊